相信所有北漂念書的朋友跟我有一樣的感受 跟台南冬天的乾冷不同 台北的冬天非常冷 台北盆地在冬天連雨不斷 對於我這個一天到晚穿著假假托的台南孩子來說非常殘忍 從學校宿舍走出門吃飯都很煎熬 總之,冬天在台北只想待在室內 在台南我就很喜歡散步、逛逛小吃、商店 漫步台南是欣賞這個城市的最佳節奏 這支影片會跟大家介紹幾個我很喜歡的台南散策路線 一次介紹不完,看來這會成為一個系列呢 就先從我最熟悉的安平老街這一帶開始吧 從安平漁人碼頭走過安逸橋 就算是正式進入安平古堡周邊一帶 走在橋上左邊是安平港,右邊則欣賞運河景 我阿公阿嬤老家在漁光島 在漁光大橋蓋好之前的年代 要去漁光島一定要經過安平古堡附近 所以我小時候就對這個地方非常的熟悉 過橋後可以往左走運河路或直走平盛路都能到安平老街 不知道要選哪條路的話很簡單 想吃周式蝦捲和易峰冬瓜茶就走平盛路接安平路 35元一份飽滿蝦子的蝦捲已經回不去了 易峰則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冬瓜茶 想吃阿財牛肉湯和東興兒爹就走運河路接古堡街 安平這幾家店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都沒怎麼變 這裡的時間彷彿凍結了 除了家務表上的數字 這裡有一段路要走 我喜歡戴著耳機聽音樂或Podcast散步 我這次戴的耳機是Nokia E1200ANC 這支主動式抗噪耳機 這支耳膠式耳機戴起來很舒適 40mm大單體帶出來的單體聽起來夠爽 ANC耳機可以有效消除經過的車子 這樣子忽大忽小的雜音 在古味的街道上享受音樂 心情會非常不錯 影片的最後再來仔細介紹這支耳機吧 我喜歡繞區安平天后宮的路線 那裡有許多我小時候開到現在的老攤販 要來這裡的話記得這裡週休二三 時常會有的廟會活動也非常熱鬧 兩姐妹北藤貴和古堡鵝阿禎是我每來必吃的 記得當時第一次帶艾琳來古堡鵝阿禎 她一吃大呼不可思議 台南的鵝阿肥美的程度在台北太少見了 往前走到安平古堡 記得以前我國小時還要來安平古堡拍照寫報告呢 繼續走就是安平老街壁逛的延平街 我國高中常常來這裡覓食 後來觀光客把這裡擠爆之後我就不那麼常來了 至少假日是不敢來人擠人啦 每次來我一定帶一份王家莊撞圓貴 熱熱的香氣或放冷Q彈都非常好吃 棺材板、糖蔥、鹹麥芽餅 還有很多傳統小吃都很值得一吃 看到這裡差不多就有人想要蘸蝦餅和蜜餅 該吃哪一家了吧 身為在地人的我幾乎都吃過 每一家都各有風味 現在相較甜膩傳統的林永泰新蜜餅 我更喜歡沒那麼甜帶更多中藥味的 一身心和正和心蜜餅 蝦餅則是不炸不吃 新歡是中辣口味的蝦哈辣 最近常南北往來 長途開車好吃又提神 安平老街處處都是驚喜 許多特色老宅店家和古蹟舊隱身其中 海山館、安平舊聚落 還有很多很多的劍尸 記得也抬頭看看台南老師傅的廟宇雕刻和彩繪牆 帶著相機來可以得到不少的好照片了 安平對我來說充滿許多回憶 像我的第一台四驅車 就是在這家聖偉文具店買的 以前過年也會跟我媽來觀音廳吃平安滷麵 相信很多人應該都跟我有一樣的回憶吧 來安平老街記得要觀光各種風格的咖啡廳 記得以前小時候沒幾家 現在台南根本是特色咖啡廳的王國 在安平老街轉個彎就能發現咖啡廳 比小七還多 想吃正統法式甜點就來La Bella Maschon Caffe 法文不太會請見諒 可以喝咖啡欣賞古董的鱷魚咖啡 還有座位少但溫馨的四樓咖啡 至於我為什麼大老人員走到這邊來 竟然是幫老婆付錢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來聊聊我散步非常重要的神器 就是藍牙耳機 根據不同的街道選擇 心情對外的曲風 讓散步的浪漫指數上升 這次戴的Nokia E1200ANC 是滿高CP值的ANC耳機 Nokia這系列的耳機 音質很不錯而且夠大聲 整體設計好 收納極簡又符合人體工學佩戴 內蛋白親膚材質 戴起來對我沒有什麼夾頭感 這款ANC的降噪深度有-38db 可以帶來高層進度的聽覺體驗 開在ANC 耳機雖然會減少一半的使用時間 但充飽電還能用24小時 加上藍牙5.0的低延遲 隨時切換開會講電話都OK 是很Nokia的實用派耳機 我把購買連結放在影片資訊欄 對這隻耳機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去看看喔 這條老機的散步路線還沒有結束喔 我後面是東興洋航 然後再往前走一段路回到安平樹屋 然後我跟艾琳原本要去安平樹屋去喝咖啡 然後去那邊走一走 但現在好像有點下雨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散步路線都在那邊結束吧 所以希望這條這樣子的路線資訊 可以對你有幫助 那這條路線也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一條路線 你知道我以前小時候很常去安平樹屋睡午覺嗎 睡午覺也太奢侈了 哈哈 因為台南人嘛 就是去這些古蹟的地方都不用錢 好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一個台南的散步路線見啦 掰掰 真的很感謝你們看到最後 最後我想來聊聊我這次拍攝這個 台南街道散策地圖的一些心得 其實我之前就蠻想要做這樣子 收集以及去挖掘台南還有其他地區的美 比如說這次我拍的安平老街 我能夠拍攝的時間本來就很少了 加上最近台南又一直下雨 然後很多店都沒開 或者是天氣不好拍起來就不漂亮 所以你看到這部影片其實我來回拍了蠻多次的 所以這個系列做起來其實並不輕鬆啊 所以我想問問看這部影片呢 你們有沒有想要去來資助我這個系列呢 我未來有計畫想要做一個募資活動 但是我還沒有想很清楚 比如說可能是 如果你donate我這個系列的創作的話 我可能可以把你的名字啊 或者是送你我的特製台南攝影的明信片 或者是把你的名字放在這個 影片最後面的贊助者名單裡面 那我想這樣子會是一個正向循環吧 就是大家也可以參與在毛巾的影片裡面 這樣子進行互動感覺還蠻有趣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多列入我未來創作影片啊 還有跟你們觀眾互動的方式的一些探討跟考慮 就是這樣子啊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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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像是剛才那樣的 那就是今天 有什麼